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 全球各地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葉思銘 兩岸大事國際政經 軍事脈動深度剖析 打開視野 節目開始歡迎嘉賓參與討論 首先歡迎台北市議員 侯漢廷議員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時事評論員王上志 上志哥 思銘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時事媒體人 彭華蓋 華蓋哥好 思銘好 大家好 好 觀眾朋友 今天聚焦的是中東的這一場战事 我們來持續看到現在戰火 持續的猛烈 尤其是以色列 持續的針對黎巴嫩的攻擊 先來看到我們今天分成 地面戰跟空戰的部分 首先我們先看到 觀察的是地面戰 以國的國防軍表示 第146預備師 已經對黎巴嫩的南部西側 開始正式地展開了 他的相關的地面行動 那這也是預備師首度地 加入了對黎巴嫩的地面軍事行動 至今以色列對黎南 總共部署了四個師 在黎巴嫩境內的以色列士兵 總數現在超過了1.5萬人 我們再來看到空中的部分 以軍持續的空襲 黎巴嫩的首都貝魯特和其他 其實都是針對真主黨 在這一波空襲當中 我們觀察到的相關據點 9月份的時候 大家還記得嗎 9月下旬當時他的首腦 納斯拉勒才遭到以軍給殲滅了 緊接著大家就會看說 這一位可能會接任的 潛在接班人 他在10月4號這一天 竟然也是被爆出 已經失聯很多天了 現在大家說恐怕他也遭遇不測了嗎 最新的證實是10月7號這一天 以色列是以精準打擊的方式 消滅了真主黨總部的後勤指揮官 這位是胡塞尼 而最近的網傳 如果接下來以色列對伊朗發動真正的 第一輪爆腹性的攻擊 這行動我們這邊看到 有非常多的各種打擊 將會真正摧毀伊朗在內10個城市中的重要目標 我們先來看到現在中東的最新戰況 請幹哥來帶我們看 而真主黨這一次他的二把手宣布以色列 先前擊斃了真主黨的幹部 目前這些職缺已經補滿了 他為什麼在這個時候突然間又說職缺都補滿了 是因為已經準備好了嗎 伊朗軍方也說有10套劇本可以應對以軍 這是在警告納坦雅虎嗎 我們請華幹哥來帶我們看 對 你看他以色列他精準的空襲 你看9月27號先擊斃了 長達30年掌權在手的神主黨的領袖 叫納斯魯拉一番回納斯拉勒 然後你要知道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 他為什麼在這次的空襲之中上升之後 馬上就必須要有接班人 為什麼 不能群龍無首 所以馬上就找到了納斯拉勒的表弟 就是他的接班人薩法丁 結果薩法丁也一樣失聯了 在10月4號的時候 也就是說相隔一個禮拜又失聯了 結果在隔了四天之後 以色列再度發動空襲 而且我告訴你 他是知道這個人可能在哪裡 不能完全確定他在那邊 但是他們的空中打擊是非常精密的 F-15跟F-16戰鬥機 他們使用了精靈炸彈去炸毀了哪裡 炸毀了黎巴嫩貝魯特的真主黨情報總部 情報總部 情報總部就是他們在開會的一個地方 所以這次竟然打死了誰呢 真主黨總部的後勤指揮官胡塞尼 胡塞尼這個人的佔有的地位 反而更重要 你知道為什麼嗎 吊配飛彈以及火箭彈 這個我們現在正主黨的部隊的 哪一個突擊旅 他幾點幾分要到哪個戰鬥位置 準備幾點幾分 要像特拉維夫或像海法 或像耶路撒冷之類的這些城市進行攻擊 所以胡塞尼反而他比較年輕 但是他不但兼具的調動軍火跟部隊 這種後勤官的角色 最重要的他還是個大帳房 所以說這個帳房死了 這個帳有時候就可能會變成全龍無首的那種地步 所以對於真主黨而言 這一番的攻擊 以色列他的這種外科手術士的 針對首領的目標打擊行動 已經成功了 那我們必須要說 可是你這樣子講的話 真主黨他就失去抵抗能力 或是他會癱瘓嗎 不見得 為什麼不見得 好 真主黨的代理秘書長卡西姆 他就有講了 他說這些我們損失的幹部 有十多人都已經補滿了 也就是說都已經補充完畢了 我們現在沒有任何空缺 哇 講得非常的滿 就是說我們現在已經沒有任何空缺 意思是說 其實真主黨有一個機制 他一定有副手 也就是二把手 連這個卡西姆 他也是真主黨的代理的秘書長 他也是二把手 那他也會講說 我們其實老實講 我們都會有預備的幹部 去準備接手 那個最重要的任務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到底你說真主黨會不會癱瘓 真主黨會不會失去反擊的能力 我可以現在就告訴各位不會 不會 不會 只是說他們在橫向的聯繫 恐怕就會比較要稍微推遲 或延緩一陣子而已 所以其實老實講 那個這個真主黨他們有講 他說這場戰爭必須要持續下去 這是一場誰先哭的戰爭 但真主黨絕對不是先哭的那個 他講的這一句話 你聽到這句話以後 你再去反映一下 我們反過來看一下 像聯合國最近有一個 紐約總部的人權事務的主任 他辭職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他說所有的這些媒體 還有以及我們自己聯合國內部 對於以色列的袒護 已經到了不可令人接受的地步 也就是說不僅僅是媒體 而且聯合國自己的自己的人權事務部 他們都袒護以色列 所以他自己憤而就辭職 他說聯合國都沒有 本著他就是以世界和平的規章在辦事情 連帶連BBCCNN的記者 也一樣他們的新聞送到 像我們媒體的總部以後 竟然都會被拿掉 對以色列不利就拿掉 對以色列有利的就登 對巴勒斯坦不利的他們就登 對巴勒斯坦有利的他們就不登 所以在這種情況底下 大家可以看到世界上對於 就是說你看現在已經死亡了 四萬兩千人的巴勒斯坦人 但是完全沒有得到什麼 沒有得到國際社會的尊重 我認為以色列他可能要對這個巴勒斯坦人 就是伊朗他可能下一步要進行 就是說十個目標的打擊的這種工作 現在在網路上面也在瘋傳 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以色列恐怕現在還在投鼠機器 不敢隨意地跨出那一步 好現在是連聯合國之前的官員都對以色列發出了異議 那美國的角色呢 美國當然還是會持續的支持以色列 但是現在看起來 這是來自於媒體的報導 Axios的報導說 美國的官員表示拜登政府現在對於納坦雅胡的信任度 持續的降低 尤其是對他多線戰爭的這個軍事的外交計劃 都感到有一些質疑了 我們來看到美國中情局長伯恩斯 他也指出以色列和伊朗領袖雙方 其實他們都不想要全面衝突的 但是確實現在衝突的風險是在持續的存在當中 納坦雅胡也警告了 尼巴那的人民如果說你不把國家從真主黨手中解放出來 他們可能就會面臨毀滅還有苦難 就像在遭遇到的這一些戰火重創的加薩走廊的巴勒斯坦的人民是一樣的 第一方面我們持續看到以色列現在又在繼續的增加他的敵人了嗎 為什麼這麼說 這是法新社的報導說 總統普丁俄羅斯的部分 預計10月11日會在土庫曼會晤的是伊朗的總統 我們要來看到美伊之間的互信機制現在是否真的出現裂痕了 接下來普丁跟伊朗總統會面會對中東局勢帶來全新的變化嗎 俄羅斯會加入在這當中參與嗎 有沒有辦法透過一些外交手段來讓雙方之間的這些升高的溫度再次降低 上志根怎麼看 首先我們先看美國跟以色列之間 現在雖然有聽起來媒體報導說好像之間還是有些信任的裂痕 但我覺得無論怎麼說 美國跟以色列之間的關鍵字叫做猶太人 那只要是這個猶太人在的這個部分 只是大家難以想像美國跟以色列我覺得地球毀滅了 他們也都不會分開 怎麼說呢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是美國跟以色列是我們眼前看到的這兩個國家 可是你要知道猶太人貫穿美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教育 所有當中是在美國的這整個國力國家的運作 他其實有很大的比例就是猶太人的思路 我想其實大家都應該很有感覺 特別是稍微有一點點教育素養的人 對於之前在美國的大學校園裡頭那麼多抗議以色列 那麼對於在巴勒斯坦當中的這一些不人道的惡行 各位在當時哈佛耶魯 所有你可以想像長春藤在全世界全美國最大的名校 包括哈佛耶魯在內裡頭的學生抗議 你看到猶太人是怎麼做 猶太勢力竟然可以把人家的校長整個支持這些學生抗爭 還不是支持這個巴勒斯坦人 校長就可以扒下來 然後學生的部份警察就進去 然後整個校董裡頭就宣稱說 如果學校不鎮壓或等種處理的事情之下 好久不捐錢 所以你知道猶太人對於整個教育 連哈佛耶魯都不放在眼底 這麼野蠻的壓制 我要表述的部分是說 所以猶太人對於政治經濟的部份的關係 這是多麼的深刻 哪裡全美國每一個州長 哪有個州長競選 能夠選上背後沒有猶太人的紙巾 無論他的立場是什麼 所以這個都不用去考慮 美國以色列會有任何的什麼分裂 不用考慮 但真的值得注意的是最近現在 接下來在10月11號即將要見面的 就是普京跟伊朗的總理斐澤斯基安 在土庫曼正見面 這些見面很明顯是臨時的 因為他參加的部分活動 不是個大的政治活動 是紀念一個土庫曼的一個 包括俄羅斯文學的一個詩人 300年的紀念會的一個文學論壇 在文學論壇當中 這兩位現在全世界戰爭最敏感的人 我想其實在國際上都認為 很大的原因是在於以色列的立場 那麼以色列現在已經正式地支援 烏克蘭以色列最有名的防空系統 那這個部分已經確定支援 那這個部分現在全世界就認為說 過去以色列在烏克蘭戰爭當中 拿捏的還是比較抽離跟蹤性的 包括全世界對於俄羅斯的制裁 以色列部分也並沒有加入美國的行動 所以是比較客觀的 但是現在以色列把他最厲害的防空系統 來支援烏克蘭 當然支援的程度到如何 有沒有包括他的鐵窮系統的多少比例 不知道 但是各位一方都認為這就是普丁 為什麼現在要跟伊朗見面的 這個部分的原因 當然其實要知道最近的部分的這個戰士 真的越來越難朝向停火 大家過去覺得年底當中應該停了吧 在今年年初年中大家這麼認為 可是你看眼前 此刻當下除了美國的部分的軍員之外 英國最新又批了60億英鎊 讓他們可以採購英國的武器 除此之外我覺得還有很敏感的 包括斯洛伐克 包括亞美尼亞跟亞塞拜然 這兩個從俄羅斯的勢力獨立出來的國家 他們也提供武器給烏克蘭 所以雖然是存亡指航的概念 但是也就是說 你可以看到更多的大大小小國 繼續投向烏克蘭的資源沒有停止 我想停火和平這件事情 並不一定是戰爭最後的結果 它不是必然的結果 我可能要有一方降 但是往往和平的契機 就是在戰火發生 戰爭發生過程裡頭 有任何一點點燒回戰火緩和 大家都不再介入 不再投入資源 不再壓寶 然後有一點契機 和平有時候出來 大家把握了才能夠真正的停火 但目前現在看起來 似乎包括普丁 要把他們的美俄對抗 除了烏克蘭戰爭之外 是不是要連到伊朗的中東戰爭 一旦現在中東戰爭跟烏克蘭戰爭 連動在一起的境界之下 那可真的就慘了 好 烏克蘭戰爭 這個連續到了美俄對抗 那中東戰士是不是也 連續到了美俄對抗 我們繼續來看 美國在這插手在中東的背後的 戰略意圖到底是什麼 因為以色列至今都沒有動手 反報復伊朗 那傳聞呢 現在伊朗最高領導人哈米尼 會是以色列的斬首對象 這是以色列的部分 伊朗的部分 目前用來抵禦襲擊的兩股重要勢力 包括了第一個彈道飛彈 第二個他們的盟友真主黨 再加上第三個大家會擔心 是否加速推進他的核計畫 總共是三個 我們現在看到 美國現在全力提防中東的大戰 但是以色列似乎是想要脫離掌控 美以之間 首先第一個問題是否在唱雙簧 第二個問題 我們來看到美國是否是拿以色列當武器 藉由推翻哈米尼政權 來重塑他在中東版圖降低中俄的勢力 所以這又回到了美國對抗俄羅斯的部分 漢婷怎麼看 講說以色列脫離美國掌控 可能不是很精準 因為美國從來就沒有辦法能夠掌控以色列 而且應該是反過來 是以色列在掌控美國 不過當然我們講說 這個所謂的美國跟以色列在唱雙簧 這個講法要具體定義 所謂的美國是指誰 如果我們講不分黨派的精英 大概都會幾乎無條件支持 當前以色列幹的每一件事情 或者包含打壓伊朗的勢力 然後從而遏止中國大陸跟俄羅斯的影響力 這些都是美國整體要幹的 那就包含美國跟中東說 大家不要打了 然後就放任以色列打你 以色列打完之後 美國都說大家要冷靜 然後就出動軍艦 威嚇中東地區 伊朗發個空包彈 美國就嚴厲譴責 以色列屠殺老百姓 美國就視而不見 那這基本上就是美國 就是不分黨派 或者講說精英 如同前面所說 因為都被猶太人所深深的控制住了 所以基本上都是同樣的 但如果我們要細分到說 那具體以色列對伊朗 採取什麼樣的行動跟報復 美國當前不同政黨 當然就會有不同的看法 因為最主要 以色列未來攻擊的程度有多大 很重要的變因就是接下來的美國大選 就是以色列想不想要一勞永逸的 最好就是把伊朗給打趴 把伊朗的核設施都打趴 他想 但能不能呢 不能 當前的能力確實是有困境 因為他不論他自己沒有這麼遠的一個飛彈 而且要飛過去的話 也沒有辦法經過相關的上空 行動上是不足的 所以一定要有賴美國幫忙 所以他才要想辦法把美國拖下水 所以對於納塔尼亞胡來說 他把局勢拉得越高 逼得美國來出手幫忙 而且戰爭延續越久 自己的執政也就更加的穩固 對以色列而言呢 當然是有利的 可是呢 拜登不樂見 因為他要選舉 你把局勢搞大 或者美方參戰 甚至美方不參戰 但是只要戰爭擴大 石油價格飆漲 通膨增加 那他就完全不用選了 所以對於拜登來說 他當然是希望一個叫 有限度有上限的支持 我可以支持以色列就亂幹 但是你不能夠影響到 我內部的選舉 你不能夠影響到油價飆漲 通膨上升 或我美國參戰 這個不行 那麼以色列他惜不希望 或他喜不喜歡 拜登這種有上限的支持呢 他當然不喜歡 因為他更喜歡另外一個人 叫做川普 川普呢 他就不叫做有上限了 他根本是不僅沒上限的支持 也幾乎沒下限的在支持 川普的支持呢 在他當上美國總統的時候 就直接把美國駐以色列的大使館 搬到了耶路撒冷 對吧 就過去以來沒人敢斬釘截鐵說 耶路撒冷是以色列 但就只有川普敢幹這件事情 而不久之前呢 他也大聲地說 支持以色列 直接攻擊伊朗的核設施 所以就他敢這麼講 對於以色列來講呢 他只要鬧得越來越大 未來換到川普當選之後 他就可以更加如他所願 鬧得越來越大 或達到他想要的目標 所以對伊朗來說 現在反而是一個困境 他如果完全都不動手 他完全都不反擊 那他就是被打得越慘 但他如果反擊 局勢越大 糟糕川普當選 所以他該怎麼辦 對伊朗來說 這比較好 這是雙方的一個賽局就在裡面 那對於拜登來說 他要怎麼樣地去遏制以色列 因為以色列一定就是希望川普當選 他怎麼樣 所以對於拜登來說 現在能夠拉攏的對象 反而是伊朗 就是這才是在當前比較新的一個賽局當中 所以與其講說美國跟以色列的這個雙簧 不如說納坦尼亞胡跟川普在做雙簧 然後或者未來搞不好會看到拜登跟伊朗 有某種程度的合作 地緣政治 內政之爭 戰略價值 商權崛起 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 共襲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 盡在環球發展前 除了